今天终于体验了还阳地平有多滑了 宝马爱三的刹车算是最近两周内第二次防止的事故的发生了 又是雨天 上次是雨夜高架下坡 这次学校的地下室还阳地平转弯 真的会失控 会甩尾 方向盘会不听使唤 本来好好的在地下车库开着 速度也不快 大概15码左右 在最后一个拐弯的时候 感觉车子飘起来了 感觉方向转不过来 要撞到前面的柱子了 一脚刹车刹死了 又飘了一点点 快要撞住的时候刹停了 惊出了一身冷汗 开来爱三的四火塞大刹车盘又立功了 没有在还阳地平上翻车 沾水的汽车轮胎碰上还阳地平 确实很容易打滑 后驱更容易 爱三又是后驱又是操纵的电车 能杀住真的算不错了 毕竟很多车都会在还阳地平翻车 看这几个视频 真的很夸张 我事后收这些视频的时候 对爱三的刹车还是非常满意的 所以以后谁黑爱三的刹车 我就拿我碰到的两个亲身经历来怼他了 大家可以去懂特地搜索 慢慢爱三了解各种有趣的汽车节目 汽车知识可以直接去懂特地搜索